大家好 又是施建章 刨冷的时间 今次真的跟大家介绍这一场小小乱局的第四场五班千射赛事 我找到一只马 这次应该有机会 可能是爆冷又一入围 未介绍过今次的推介之前 真的要讲讲我们会员心水 真是非常之厉害 上一次我们会员心水 四边一批 有些会员跟着我们买 真是重到啪啪声 未加入会员的 快点加入 还有你加入会员 记住都是CRS comment like 和share我们的片段 最重要是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小小小小小 希望最后这几次赛马的日子我们可以一起赢爆马会 今次立刻跟大家看这一只 红海之星他之前如何在千射赛事的表现 他那次跑第四 也26倍那次看到巴陶骑的红海之星 一出门的时候看到十三号抢出来 涂红色 三黄色 就猩猩那一只 看一看那只就是巴陶骑的红海之星 这场他戴了面箍 他一直抢在前面走 都是一个有利的位置 红海之星其实就是一只马 本身他之前的表现不算太好 但是今次的表现也算好 之后那一场的泥地也是上名 所以马的状态开始开始来的 看到现在一路跟着前面一号那只就是多多欢笑 然后六号黑色衣服那只就是龙宝宝 一路见到这只红海之星都是守着在第三位 拿到条欄 巴陶骑的其实都骑得不错 一路都是跟着马群的前面有遮挡 都是守着一个好的位置 还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买一些五班马 都是找一些近来有些表现的马 其实刚刚上次跑完泥地 我觉得他这次再出草地就跑回千四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有些机会的 这场马就看到那些马很多都是在外面冲 巴陶的妙孙腾飞 一直在外面冲 打上来的冲刺都不错 但是红海之星都不断 一路斗回来其实都是 差一点就可以入到位置 但是没办法前面那三只马 那个冲刺都比他强一点点 但是红海之星看到这次的表现 都是开始近 在这场赛事里面我觉得 他的 飞数都不会说很热 冷冷的我觉得这只有机会是半冷胆 去推介给大家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他本身的档是10档 116档 轻飘飘的 我觉得巴陶骑的都是适合的 还有最重要是因为星期日 有机会是 下雨的 如果下雨的话去到第四场赛事 他外档反而有利 所以这场我就留了一点 介绍这只红海之星给大家做胆 脚那方面就拖两只 第一只就是极爽 这只马这次找陈嘉熙去骑 很明显是有5磅 上次他也是跑过第四 今季其实他也赢过了 周俊乐赢过这只马 这个路程其实就不用想了 他也是一定适合跑的 看看陈嘉熙发挥如何 那-5磅绝对有好处 另一只大家要留意的马 就是日日靓 上次雷晨骑的表现不太好 赛后走去厌举的时候 又没事 但是 就是之前他那三次都是有位置 今次换了田泰安 那搭档不是太差 田泰安骑方仔那些马 其实最近手锋都算挺顺 所以我就拖过他 这场我建议大家就和他之星做胆 拖 极爽和日日靓 OK 刨冷这场赛事的介绍 好拍档阿彭最近的心脆 真的都very good 记得如果还没加入会员 他那些胆子这六七期都有钱赢 希望大家在 来近7月1号的赛事一起赢多些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